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轮兵看 我是轮兵 那中共在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在台湾的周遭有六个点位 来做一个所谓的大规模的军演 今天是第一天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中国的一个反应 不单单只是说 在台湾的周遭有六个 所谓的一个划分的演习区以外 这个演习区 因为过去你看在1996年的一个台海危机 当时也不过就在南北两个地方 做一个实弹的设计 而且当时的实弹还是一个空爆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显然这一次几乎把台湾整个 都包围起来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规模要大很多 尤其我们说过 在整个南部在高雄的这个演习区 距离高雄港 甚至于大概只有20公里的一个距离 非常的一个近 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压迫感 意图要压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图 可以说是十分的一个明显 而且除了军演以外 除了军演以外 我们看到这一次它几乎是全方位的一个打压 除了说第一天马上宣布一些食品 禁止进口到中国以外 你看在昨天立马也有一些什么 一些所谓的农余业的相关的一个产品 或者什么天然沙都禁止出口 禁止进口到整个一个大陆的国内 甚至于在今天陆陆续续从业内 法人这边也传出来 从产业那边传出来的一些消息 有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一个产品 产品上的零件 其实我们都是供应给大陆的相关的一个厂商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现在大陆厂商对台湾的厂商的一些 所谓零件的一个拉货 已开始怎么样 降低所谓的一个比例 甚至于他们的海关也据说了 当然我先强调 这个部分这只是在业内跟法人圈的一个流传 那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坦白说了 与中国对我们那个打压 都无所不用其几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会有这些动作 我个人也不觉得意外 所以现在甚至有传说他们的一个海关 只要看到是ROC的 不管是产品 货柜 反正都处处给予刁难 都处处给予打压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一次中国的一个动作 是非常的一个大 那为什么会让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大家都知道是裴洛西 对不对 裴洛西的一个风暴 那裴洛西一个民意代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所谓的一个状况 即便你看连白宫 行政部门都已经出来澄清声明 说这是裴洛西个人的行为 他是个人的私人的一个行程 跟美国官方是无关的 但是中国怎么样 还是有这么大的反应 为什么 其实原因就在于说裴洛西 他是美国政坛上面第三把交椅 第一个当然是美国拜登 总统拜登这不用多说 第二个副总统贺锦丽 这个也不用多讲 对 一个总统 一个副总统 那再下来呢 再下来就他了 我们昨天前天也说过 如果说这个总统这个任内 没有办法行使职权的时候 会由副总统继任 副总统再不行 就变成是贺锦 就变成是所谓的一个裴洛西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第三把交椅都来到台湾了 如果中国这边没有一个大动作的话 那下一次可能就变成贺锦丽来了 甚至连拜登都来了 所以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动作 这个不奇怪 那重点是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影响多久 这样的一个动作 影响的层面会有多大 我想这个我们都不用去设立场 反正我们先看这三天 因为我们说过这三天的演习 其实挑衅的意味 或者说压迫的一个意味 十分的一个浓厚 那我们现在这三天 我们今天就从这三天来看就好了 我们希望这三天 都不要有任何插枪走火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先度过这三天 那事后你说还有一些经济面的 一些产业面的 那当然后续余波荡漾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就是这三天 在整个军演那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是几乎是封锁台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反映在盘面上面 什么族群最强 网通最强 为什么网通最强 因为如果说台湾一旦被封锁 连海空都出不去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通讯它就格外的重要 所以今天反映在通讯上面 那姑且不讲 是不是真的完全封锁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所反映的盘面的一个强势股 是以这样来做一个连强 因为毕竟先前俄乌战胜开打 乌克兰的通讯系统 在第一时间就被俄罗斯 全部都打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为什么 一些低轨卫星的一个相关的产业 相关的个股涨得特别凶 就因为当时马斯克把这个低轨卫星 这个技术或者说整个 所谓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技术 就马上移转给这个乌克兰 让乌克兰的一个通讯系统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恢复起来 所以我想现在这个联想 这个联想是反映在今天 整个网通股的一个强势的原因 不过 不过我想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 包含大脑 包含我的会员在内 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打从三月份 当时行情还在接近一万八千点 在一万七千七百多点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电子股 全部都出光过 当时在三月底 出掉所有的电子股之后 接下来的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包含现在八月初 这超过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操作的重心 操作的主轴 完全集中在生计类股 我想大家非常的一个清楚 对不对 当时三月底 我们卖掉了所有的电子股之后 有没有 我们转进的四月 当然就是瑞基跟宝林附景 后来瑞基大赚获利出清之后 五月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药华药 进入到了宝瑞 就是药华药二号 还有张飞 这个猛张飞的益德 六四六亿的益德 再加上七月最新布局的七月之星 其实讲穿了 从五月 六月 七月 连续三个月下来 其实我们的一个重心 也没有每天变来变去 对不对 就这几档股票三加一档 对不对 好 那别人带你做的生计股 我不知道 我也不以评论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从五月份开始 当然包含四月份的瑞基跟宝林附景 我们也是大赚出场 那这些股票 这三加一档股票 我想各位都非常清楚 党党怎么样 党党大涨 是党党都是大获全胜 党党大赚 就以药花药为例 你看今天 今天再创下波段新高来到585块 而且这还是历史新高 大盘今天盘中跌了多少 大盘今天盘中跌了231点 这是国安基金奋力一级 才把这个整个跌市 从原本的大跌超过200点 收敛到只剩下 最后是下跌74点 国安基金我们真的要给它拍拍手 稳定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 我想功劳太大了 但即便如此 今天还是下跌 有没有 甚至于怎么样 月线 月线 现在都岌岌可危 今天一度还 还深度跌破 还好国安基金把它拉起来 可是纵使今天盘面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震荡 我们看到6446的药花药 今天怎么样 今天依旧创下波段的新高 还是历史的新高 那这张股票当然 你们会讲说 我在礼拜一 今天礼拜四 我在礼拜一不是有出掉 一部分的一个 一半的持股 加码单的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 礼拜一 我们曾经把加码 我们在500块以下加码的部位 先获利出清 有没有 那另外的一个部位 我们都留到现在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 动作 其实我也跟各位讲过 这些标的 其实我都还看好 我一直告诉各位 就以药花药为例 你不要看它从我们买进了三字头 一路涨到现在585块 眼看了怎么样 眼看了都要变六字头 你不要想说三字头涨到快六字头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后面可以反映的题材 还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它后面还是有大行情 只不过我说过了 我们刚刚一讲 三天的演习 对不对 当时当然8月1号是贺锦丽 不是贺锦丽的 那个裴洛西 他还没有来 当时甚至于来不来都不知道 但是我说过了 来不来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会不会跟他赌 做股票你绝对不能够赌 当你不能够确定 你有不确定变数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必须提高警觉 对不对 所以当时既然你短线上面 8月1号有没有 当时已经创下了583块的一个波段 当然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这些加码部位 你看从我们的科讯里面 我说这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会员每个都张大眼睛在看 都把耳朵竖起来在听 有没有 这个能够随便乱讲吗 我们在500块以下 低档加码的部位 我们先获利出清 当时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在高档 6月30号有没有 当时也是把获利的一些加码单 我们先获利出厂之后 趁着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470 480 470买480 再买 等到500块以下 告诉会员用力的买 那你不管买在470也好 买在480也好 买在500块 总之你绝对不会超过500块 所以我们在500块以下的加码单 随着 礼拜一已经来到583了 我请问各位有哪一个没有赚到 那我已经大赚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这个时候盘面的一个 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升高 我有什么理由 我不先出清一半的一个持股 但是我并没有看坏它的未来 所以你看我们原始不过 我卖掉的是加码 低档加码的部位 我并不是把所有的股票都出掉 对不对 我所有股票出掉的是什么 记不记得我昨天卖掉什么 我昨天卖掉我们的七月之星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这档股票 从我虽然是七月份才最新买进的 可是从我们买进的第一笔开始 这个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当时所有有打电话进来登记的 所有的一个宗室的观众 也都可以做见证 这档股票是我从买进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是获利的 陆陆续续趁它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发动之前 趁它还在垫高底部的时候 我们陆陆续续的买进 连续的一个买进 但是不管第一笔也好 第二笔也好 反正从我买进到卖出为止 每一笔 每一笔的部位 每一笔的部位都是赚钱的 既然都是赚钱的情况之下 短线上面 我认为短线它也有整理的必要 而且最重要 我说过我们要提高风险意识 我们要提高风险意识 你这个时候 你绝对不能去跟它赌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保有比较多数的现金 必须把你的部位给降低 所以七月之星 我昨天全数获利出清 既然都是大赚的股票 当然就全数获利出清 另外易得也是一样 我们也怎么样 也是选择把它获利出清 这个是我们全数都把它获利出清的股票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也第一时间按照惯例 我说过我只要在卖股票的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对不对 这个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看那么多的一个节目 你每天听那么多的一个节目 有哪一个老师会说 在他卖股票的第一天 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卖了 我说我的用意很简单 只是告诉你我卖你不要再来追了 好那你看这两档股票 我们昨天卖掉之后 是不是昨天就下来了 今天怎么样 今天再往下压力就以易得为例 你看 昨天也没有卖掉就下来了 今天再压回 你看如果你昨天不卖 你看你前面赚的不又吐回去一大半了吗 好 那重点来了 你们都知道我手中这段时间 我就有四档生计股 对不对 生计股我就有这四档 我也没有每天变来变去 我们刚刚讲的 从五月份到七月份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我就这四档股票 那为什么我要把猛张飞的易得 把七月之星全部都出清了 我现在只手边留这两档 为什么只留这两档 我们先来看结果 刚刚你也看到了 易得我们昨天卖掉之后 昨天压回今天再跌 卖掉的股票有没有跌下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要花样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留在手上的今天创新高 还有宝瑞怎么样 宝瑞今天也涨 大盘今天跌 他还涨 怎么那么巧 卖掉的都跌 留在手上都涨 好巧 而且好像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么巧 你想 有这么巧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自己想 好 但是重点 我说过这些股票 其实每一档 基本面我都是看好的 但是我过去也跟各位提过 你做股票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而分段操作的一个准则 或者会分段操作的一个依据 在于什么 在于核心筹码的一个强弱 如果短线他的核心筹码不够强 你就要先出一趟 你要避开他的整理 对不对 你要让自己的一个操作握有主动权 就好比说 你看 我们就说易得 昨天卖掉了 今天下来 你手中有钱 我请问各位 连跌两天你能不能买回来 有没有价差 有啊 有价差是不是多赚 是啊 对不对 你说我不要买回来 我能不能再等 或者说我在买其他的股票 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手边有钱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你高兴 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主动权 对不对 所以当短线上面 核心筹码不够强的股票 包含像七月之星 包含像易得 我们就先出一套 但是为什么我不输药华药 我不输宝瑞 因为 他的核心筹码还是很强 你看嘛 是最一拉回来就有人接 一拉回来就有人接 这边前面也是一样 一拉回来就有人接 为什么 大家都不怕 三百块去到六百块 大家都不怕 只有一个原因 基本面够巧 未来的题材够强 未来的前景够强 那你说他有什么前景 我想这辆股票很多人都在讲 但是我敢讲 没有人带你买在三字头 对不对 有谁跟我一样 来回操作了好几趟 都带你买在三字头 那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会告诉你 这个 北美的 这一款血癌的新药 叫P110 还有编号叫P1101 那这一款药 它未来的爆发力有多大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但我说过 很多人都会讲这个 到底爆发力有多大 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给我 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一款P1101 对药化药来讲 你光是在北美这个市场 它能够抑注的 至少这个商机 以台币来算 至少就400亿以上 怎么说400亿要怎么量化 我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这一款新药 它的治疗真性白 这个红血球增多症 也就是PV PV这个症状 那这个PV FDA核准之后 它是唯一 目前也是第一款 治疗这个PV的 一线的一个药场 一线的一个药剂 过去都是用二线的药剂 在治疗 也是它的竞争对手做的 那现在既然一线的出来了 你想谁还会用二线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就先把整个大环境 先架构出来 好 那既然它是第一款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支 一线的一个用药 这代表只要是有 患上这个病的一个病患 基本上一定会用它的药 对不对 那目前美国有16万人 16万人 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那其中有一半 大概8万人 他已经在接受治疗 让我再告诉各位 这款P1101 它一季 一季 我们抓一个整数了 其实是6988块了 美元了 我们抓一个整数 大概就7000美元了 那折合台币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而且一个疗程下来 不是我打一季就好了 不是 它整个疗程下来需要多少 需要26季 换句话一季大概7000美金 而且一个疗程要26季 换句话你自己算一下 反正一个疗程下来 多少500万 台币500万 大概18万美元 大概500万台币 那现在我们说过 有8万人需要用药 所以光是这个商机 是不是就4000万 那卖过这8万人 全部都用他的 我都就算十分之一好了 4000亿了 对不对 那就算十分之一 我都市占率就有十分之一好了 是不是至少就400亿以上的一个商机 那当然还有其其他他的 我说过 包含像他跟他的欧盟的 欧洲的一个 所谓的伙伴AOP 有没有 当时的一个诉讼 现在胜诉了 不仅说赔钱 不用赔以外 你先前你AOP欠给我的 一些所谓的分红 分潤 你现在说一口气都要还给我 那如果这些分红分潤 一旦回来的话 现在很多人看不懂 药华药的价值认为说 了钱 去到600块 刚刚我已经告诉你 他未来的爆发点在哪里 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尤其那个AOP的分潤 如果说今年能够进账的话 不用等到那些 所谓的PE01进账 你光是这个AOP的分红 就可以让它转亏为盈 那明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个PE01不是只有治疗PVO 它还可以治疗ET ET已经三期临床收案了 那接着下来 一旦解盲成功 你看 这个能够用药的一个人数 规模是就更大了 所以它的题材很多 所以为什么拉回救人接 原因也在这里 那你看我们原始部位 一路抱到现在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的 那至于说接下来 接下来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 到底该如何应对 我们下个阶段会来继续聊 欢迎合战先生 我想对于短线上面 整个台股的一个波动 包含像中国的一个军演 又或者对于我们台湾 各个产业的一个打压 我想这个部分 对于股市的一个前景 大家一定会感到怎么样 有很多的忧心 会有很多的问候 但是我也必须要这样讲 我说除非了 两岸真的打起来 如果没有真的打起来 这些风风雨雨 它终究会过去 现在是危机没有错 但是等到这些风暴过去 危机就变成转机 但是未来你如何在转机的当下 转机的当下 你能够怎么样 你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 这才是重点 我甚至可以再告诉各位 每次像这种政治危机来的时候 往往也是财富又要重新分配的时候 所不同的是财富重新分配 你是去分配人家的财富 还是你的财富是被人家分配 差别就在这里 那你如何能够去分配人家的财富 我说过 在这个风暴刚刚形成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怎么样 你就要一定让自己处在一个进可攻 退可守的一个位置 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 要把一些股票卖掉保留现金 原因就在这里 就从过去我说的 高涨不卖股票 纵使未来危机解除了 很多股票可以让你逢低承接 很多股票可以让你大减便宜 可是如果你高涨没出股票 你哪来的钱减 对不对 你没有钱减 你就等着被人家分配财富 但是如果说你有钱能够大减便宜的 你是不是就可以分配人家的财富 好 想想这一层的道理 好 所以我说过接下来 我想这个风风雨雨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对于接下来的操作 进退攻守之间 节奏里没有把握 能够完全掌握的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票 随时一通电话 可以进来做一个咨询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协助各位度过 这一次的一个危机跟难关 我们明天再会